《吹哲》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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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随便上曝光 随便上曝光的小串轻轻挡 有一个老爷爷 笑着摇穿墙 一面又一面江 遥远的风浪 有首歌欢欢唐 吹着风鸳鸯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为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皮旁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为时的末日就要来到 弹起我心爱的土皮旁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老红 你可得好好活着 咱们都好好活着 算我一个呗 跟你们一起干 我都哼着那一首 到了公司的门口 开始今天的忧愁节奏 我需要一种让我放空的节奏 so I can write up my flow 充电 那面的心愿 脑海中的美妙声音浮现 相同的时间和第一点 而不同的人写自己的诗篇 而有你在我耳边是语言 说说有向往的画面 我张开了双眼 踏入这个世界 命不脱气的窗帘 令我防不清日夜 刷牙 你现在擦三眼睛 戴上眼镜 啊 快知道了 我没心情试点 醒发二点了 已经不能再停 要快醒 我快跑不动了 谁依然否敢停 全部人惯性的 在这时代卖命 根本不能再接重复又重复 这个城市不能呆了 节奏太快了 有想法的人在这憋着 一步一路 经过还没打扫的街道 大清早上太阳光光 哈喽 这一秒 多羡慕那自由的小鸟 下一秒 回到三十又是那句 戴上耳机 听着Jazz 为了城市 写下了我的歌词 重点 那你的心愿 那海中的美妙声音 浮现 相同的时间和一天 而不从此人写自己的诗篇 还有你在火耳边之一言 说说你伤枉的光 太阳下山了 我终于可以下班 今晚上节目啊 还是那些答案 KTV喝酒 一早习惯 没期盼 不去 难免会孤单 电话响起 老爸Call me 说道理 我说 爸 今天晚上工资加班 其实心里还没想到去哪里 没法理解这个问题 只是不想回家里 我的生活 复制在复制 年复年日复 日无休止的路日 不同的路人藏着相同的故事 空虚的灵魂浮在这座大都市 人太累 也太黑 我疼云在飞 喝醉的音鬼摇摇欲坠 Lay back the groove 陪我入睡 又想起那个声音是谁 你重点那年的心愿 脑海中的美妙生意 在北木马市余年 出大漠下江南 浮华闹时间 烟雨洋流汗 银颗笑语碧云天 青砖银预恭骚 请不开初相见 没人全初恋 爱那首冲箭 开望远时心光年 前世多相见 今生再相见 南千爱慕在心间 相遇江南 哪怕你在高落 我在你眼前 随影晚半年 四生困留恨 情传绿瓦高如前 情不开初相见 没人全初恋 爱那首冲箭 开望远时心光年 前世多相见 今生再相见 万千爱慕在心间 相遇江南 哪怕你在高落 我在你眼前 随有万半年 此生空留恨 前世多相见 今生再相见 万千爱慕在心间 未经许总好 我为之ays 我必须有么 很严重 多少人来到这个城市 城市里藏着多少故事 故事的背后是满目创意 有复杂的影子 快乐的狂欢并不真实 拙劣的玩笑略显幼稚 灯红酒绿的相逢之后 留下你狼狈的样子 为什么他要离开 可能不清醒的人沉醉的快 为什么他不回来 可能你早已不是第一个人被他伤害 你只是错爱 不必甘怀 用力表白 会让自己被爱 就昏黄年代 有多少人真心对待 到头来 只为一时痛快 只是错爱 不过是分开 继续等待 会让自己释怀 用欢笑掩盖 曾经的遗憾 无奈 用明天来遗忘 那错过的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匆忙的向前 始终冒险 徘徊的街角 留下想念 有人把时间写进诗篇 有人慌张的整理容颜 为什么他要离开 为什么他要离开 也许他早已习惯承诺未来 为什么他不回来 可能他也会对他给的伤害 无法释怀 你只是错爱 不必甘怀 用力表白 会让自己被爱 这浑黄年代 有多少人真心对待 钱赚的越多反而越焦虑 我现在每个月大概能赚几十万 但我依旧真的每天都是很焦虑 我没有在炫富 更没有搞什么反而赛 直到今天晚上跟某位神秘的大大聊了几句 瞬间整个人就像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一下 顿悟了一个道理 焦虑跟钱赚多赚少 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收入架构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如果此刻的你刚巧跟我一样很焦虑 这条视频你一定要记得及时点赞收藏起来 如果你能听完并且能听懂的 这条视频真的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昨天在凌晨三点多 我们创造交流群的几个群友 大半夜的还在聊的热火朝天 每个人都是爱声叹气的 说什么爱 搞不到钱 焦虑 有的人说他一个月赚了一两万 很烦 有的人说他一个月赚了五万 还是很烦 但是他们一致认为 只要他们自己能够一个月像我一样 搞个二三十万 就彻底能摆脱焦虑了 但是当我说出 其实我现在也很焦虑的时候 所有人都震惊了 觉得很不格思议 说句实话 不仅如此 而我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们 你们别看现在网上很多所谓的大V 蹦跋得很欢 但没有人是不焦虑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 咱们这群人干的始终都是劳务收入 而不是资产收入 比如说你是一个打工人 你打一天过打一天的钱 你别看十万二十万一年 总有一天你会下岗 网红也是一样的 发一条视频赚点钱 开一个直播能赚点钱 但是呢 有几个人能火锅三年了 一个网红能火锅一年 都是给足你面子了 当过期了以后 该怎么办 你的收入是不是就瞬间归零了 其实我也是一样 我也知道未来的某一天 我肯定会过期 如果说现在的你在上海 有个五六套房呢 你还焦虑吗 即使你一个月的租金 你只能收他个十万 你也不可能焦虑 所以说归根结底 我们之所以会焦虑 不是因为你这个月赚多赚少 而是收入渠道 太单一了 没有持续的管道收入 只要你还在靠着劳动 获得收入的一天 不能实际躺着赚钱 那么你就会焦虑一天 因为没有人会猜到 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万一我明天的号被封了 我还有钱吗 没了 所有人都在想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说 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窘迫了呢 恭喜你在今天晚上 刷到了我的这条视频 你们是幸运的 其实想要实现躺赚 无论你兜里钱多钱少 按照我的一个操作方法 就能让你从此告别焦虑 大家一定要耐心听 这个方法就是去做好 合理的资产配置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 你能挣一万块钱 房租水电固定要交三千 吃喝拉萨你要花掉三千 你兜里不是还是四千块钱吗 这个时候你去做三个操作 一定能让你逆天翻面 一个就是一半的钱去存银行 什么都别动 等待机会或者你去保命 第二个就是买一些 简单具备价值投资的东西 我说个最简单的东西 五年十年以后绝对会增值 那就是无脑去囤毛毯 因为酒这个东西 反正坏也坏不了 陈酒它越放越值钱 中国就是一个酒文化的地方 这玩意就不可能贬值 三个就是寻找一个 可以复制 可以标准化操作的副业项目 通过闲逾的时间去学习 去试错 去查试 千万不要去怕亏 几千块钱 你就拿去当个试错一样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五货源店群 你每天下完班 花个三个小时去干 去学 一个人你干他五家店 如果你能测试 跑下来发现 一个月可以赚个五千块钱 单从数字上来看 五千块钱的确不多 但是如果你呢 一天花十二个小时 你一个人可以开二十家店了 你是不是一个人 就能赚两万块钱了 这个时候 你还需要做三个操作 才能真正让你改变命运 第一个 就是等你这个项目 跑稳了以后 可以辞职 全身心的投入去干 失业了也不用担心 以后会没钱 第二个就是 你可以请员工去干 两个员工一天干 十二个小时 开四十家店 你给六千块钱工资 一个人 你还能赚到三万块钱 一个月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第三 就是免费带着你的亲戚朋友 等他赚了钱 从他们身上 抽取一定的利润比例 前面交的会累一点 但是后面全是管道收入 这个事情 我现在正在做 并且我未来 准备花一年的时间 准备带他们两三千个人 如果都能把他们扶持起来 那么兄弟们 我就真的可以 不用再焦虑了 而对你而言 兄弟 说真的 如果我说的这几分钟的话 你听明白了 那么 你这辈子都很难 外媒报道 神舟十三成功发射用到的单词 中国航天员 Ticonaut 神舟十三航天飞船 神舟13 Spacecraft 历史性使命 Historic Mission 向天河舱进发 Head toward天河 紧锣密鼓地展开 On the way 祝福 N Sid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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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